大家好,我是王蒙宇,欢迎收看蒙宇和你,2020年美国大选特别节目。 拜登和特朗普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将于2020年11月3日举行总统大选。 届时,美国选民将在两位世界观截然不同,解决美国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有不同做法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 上期节目,我解读了两位候选人七个不同政策中经济这个领域。 接下来我还会涉及外交、医疗、科技、气候变化、移民和种族问题。 今天第二期,种族和司法。 拜登和特朗普在刑事司法和美国种族分裂问题上的观点和记录截然不同,这些问题在2020年大选中变得尤为突出。 一、多样性和包容性。 拜登承诺的多样性表现在他的团队中,他的司法任命和精选伙伴都反映出了美国的国家多样性。 相反的,特朗普的顾问和白宫工作人员中几乎没有黑人。 二、治安。 拜登支持改革负条件豁免权,指控特朗普政府对被侵犯公民权利的警察部门监管松懈,支持改革合格豁免权,这是一种保护警官免受受害者诉讼的法律原则。 特朗普的女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不会支持终止这一豁免权,拒绝了活动人士要求撤资警察的呼吁,而是承诺向一个项目投资3亿美元,帮助雇佣更多样化的警察,被评训他们与社区发展更少的敌对关系。 特朗普则支持法律和秩序,对5月25日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亚波利斯警察拘留期间死亡的全国抗议性做出回应,敦促采取军事行动的回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采取措施进行警察改革。 他鼓励警察使用最新的使用武力的标准,除非警官有生命危险,否则禁止掐脖子,并呼吁立法采取更多措施。 民主党人指责该命令允许一些例外的锁侯禁令,并没有对允许警官不敲门,就进入嫌疑人的住所的搜查令进行限制。 3.刑事司法改革 拜登支持改革,希望废除死刑、单独监禁和监禁被指控的犯罪,直到他们支付了现金保释金,承诺向各州拨款200亿美元,以减少文盲和虐打儿童等社会问题, 以换取减少强制最低刑期。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拜登曾经投票支持1994年的一项犯罪法案。 PT人士认为,该法案助长了对美国黑人的大规模监禁。 特朗普同样支持改革,2018年两党共同签署了第一部法案。 该法案减少了最低刑期,扩大了囚犯的毒品治疗项目,并允许一些表现良好的囚犯提前完成刑期。 他还支持一些对少数族裔影响很大的严厉打击犯罪政策,包括寻求重启对联邦死囚牢房囚犯的处决。 4.解决种族经济差距问题 是的,拜登呼吁制定法律,对其工资歧视的起诉变得更为容易。 世卫组织将制定新的公平贷款和公平住房保护措施,向减少歧视性分区规定的城市提供3亿美元赠款,并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解决为什么黑人死于新冠的比例过高的问题。 拜登将组织一个小组研究相应奴隶制和种族隔离而遭受到损失的黑人支付现金赔偿的可行性。 特朗普在谈到他的种族政策时表示,全民经济都在增长啊,他经常吹嘘黑人的失业率,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前,黑人失业率已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5.对传统黑人学校和大学的支持 拜登让公立学校和大学对大多数学生免学费的计划将适用于公立传统黑人学校。 他还将向这些学校投资700多亿美元,用于建立研究机构和提供学费支持。 同样的,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法律,白宫称该法律为传统黑人学校提供了2.55亿美元的永久资金,并增加了联邦助学金项目的资金。 奥巴马政府曾经承诺,重新启动传统黑人学校资本金融委员会,立法增加传统黑人学校奖学金和研究的资金。 总结一下,拜登和特朗普在形式司法改革和对传统黑人学校和大学的支持持相同意见。 对于治安,解决种族经济差异和对种族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意见较大。 下一期节目,我会分析医疗体系,这个对美国大多数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节目下方留言,你觉得作为美国选民,哪一位候选人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呢?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